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波及全球贸易市场 不过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宣布了内阁名单当中最重要的职务 就是掌管美国外交的国务卿 他是谁呢 来自全球最大石油公司美孚石油的CEO 64岁的提尔森 擅长跟中东以及俄罗斯这些产油大国较量谈生意 但却因为跟战斗民族的关系太紧密以方争议了 现在这位亲俄的CEO要当国务卿 未来美国政界的变化让外界非常多的揣测 千呼万唤使出来 川普内阁名单中最重要的外交领导国务卿终于拍板 64岁的提勒森 是全球最大能源公司艾克森美孚石油的CEO 和他未来的主子川普一样是个政治素人 一辈子专注在做生意没有外交经验 却是个世界级的谈判高手 提勒森为美孚石油工作四十年 大学毕业从工程师做起 后来进入国际部一路被罚拙 在2006年成为执行长 没有政治外交经验却擅长和全球企业理秀 提勒森拓展石油生意 先说服了中东海湾国家 又搞定战斗力很强的俄罗斯 2013年普京将对外国人的最高荣誉 有疑勋将亲自别到他的胸前 这位美国准国务卿和俄罗斯的关系 如此紧密引发疑虑 提勒森最近才和俄罗斯谈成一项价值5000亿美元的 大型石油和天然气的砖探协议 受到俄罗斯官员大力称赞 因为提勒森的关系 美副石油在俄罗斯大幅拓展版图 包括西伯利亚西部 北极 库叶岛和黑海都有石油和天然气田 谈成的协议不声没举 但当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 向乌克兰发动流血战争 提勒森却批评美国发动制裁 抱怨公司因此损失的利润 上开10亿美元 使得美国政界对这位准国务卿的政治立场 有许多的疑虑 一旦成为外交的最高官员 又该如何回避广大的石油利益冲突 引发另一场辩论 不过站在石油公司的立场上 提勒森对于气候变迁的看法和川普相当不同 美孚石油数十年来否认 因为燃烧石油而造成气候变迁 但提勒森在上任后软化企业的立场 公开同意巴黎气候峰会协议 提勒森自己还是四个孩子的爸 在2010年担任了美国童子军全国主席 外界预料这位身价47亿台币的企业CEO 接下来将面临国会听证会的严厉质询 能不能解释清楚自己和俄罗斯的关系 以及如何回避利益冲突 引发外界关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行程访问日本 第一站就要去日向安倍晋三的家 山口县举行两人第16次元首会 日向安倍希望借由这次访问 在他这一带解决两国争议的北方领土问题 但普京行前强调 对俄罗斯来说领土问题不存在 而且俄罗斯近年来 大手比积极建设北方四岛 普京最重要的希望 促成日俄共同经济开发 而这次随行的九位阁员当中 主要都是经济能源领域的官员 显示俄方无意在领土问题上妥协 俄罗斯总统普京睽違11年 15号将访问日本 与日向安倍晋三举行高峰会 日方高度聚焦北方领土争议 但普京行前接受日本媒体访问 先发制人 位于北海道东北方的南千岛群岛 日本称为北方四岛 其中三岛住着一万六千七百人 持五群岛无人居住 但俄罗斯派员常驻 根据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 苏联同意签订和平条约后 把持五群岛和瑟丹岛移交日本 但二战后两国对主权问题没有共识 如今原本开发落后的瑟丹岛 也开始出现变化 岛上主要产业水产加工 引进最新机器提高生产力 去年第一座综合医院也落成 今年十月 瑟丹岛也有了第一家超市 里面不乏从俄国本土运来的 日本进口食品 当地新住宅则找北韩工人来盖 普清政权九年来 对这个地区已经投资 相当台币110亿 往后十年预计再投入370亿 俄罗斯化不遗余力 四岛中第二大的国后岛也一样 住宅道路全面更新 俄罗斯除了大手笔升级岛的建设外 也跟外国企业联手开发水产 近邻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边境城市东宁 早有商人向重国后岛的海产 这家海参店就标榜干货全来自国后岛 产地在北方四岛自然环境保护得好 你看它底这个锡盘也很好 刺也很 就是六排刺也很密 这个就是石井 就是海里照的不海参吗 这都是石井 店家表示干海参全跟签约的俄罗斯人进口 国后岛海参在当地是高人气的高档品牌 一公斤开价相当台币四万七 很多中国人都上那个岛上去 因为撒哈林的那个海参 包括是这个北方四岛的这个海参 很出名的 不过中国人要到国后岛 除了商务签证还要特别许可 整个手续下来得花上一个半月的时间 他们想打造的说是俄罗斯的那个东方民主 相关的政策上要说放开了 我觉得就是说在未来 也会有很多个公司会考虑 因为它那个地方那个约资源 包括一些其他资源还是会放松 俄罗斯地方政府自然是张开双臂 欢迎外资紧注 上任后已经会过15次的普清和安倍 原本有意搁置四岛归属问题 先着手共同经济开发 但对普清来说 一切都在俄罗斯主权下进行 与日本立场相差十万八千里 根据NHK民调 74%的日本民众不认为 这回北方领土谈判会有进展 只有一成一抱持乐观态度 二战后尚未签署和平条约的日俄 这次能否破冰达成具体协议 有赖双方折冲找出最大公约数 TV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南美洲的委内瑞拉 再次站上国际版面 除了经济危机持续之外 还多出了政府废超 现金即将不足的问题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 就是11号突如其来的宣布 72小时之后要停止100波利瓦尔的流通 民众从15号开始有10天的时间 可以把旧超换新超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签署了紧急命令 不过这命令一下让全国上下的民众 从原本必须大牌长龙买食物 变成得大牌长龙兑换钞票或存钱 因为流通最广泛的100面额玻利瓦尔 将遭到全面废除 官方会价上100玻利瓦尔约是10块美元 不过在黑市上只有2美分的价值 民众从15号开始有10天的时间 可以把旧超换新超 不然身上有的100玻利瓦尔 全部都会变成废纸一张 突如其来的命令 让很多民众摸不着头绪 为了贯彻新政策 马杜洛还宣布 要全面关闭和哥伦比亚的边界 72小时 马杜洛政府表示 此举意在打击 在美国和哥伦比亚边境 黑帮走私的问题 反对派跳出来痛批 这样的举动根本是扰民 因为根据委内瑞拉央行数据显示 全国有60亿张100玻利瓦尔 占所有纸超和货币的48% 宣布废除就是让国家 几乎一半的现金从市场上消失 委内瑞拉的中央银行则是计划在15号 发行三种新的硬币和六种新的纸钞 面额分别是五百一千 两千五千一万 还有最大面额的两万 不过两万玻利瓦尔价值却不到五块美元 委内瑞拉通货膨胀问题严重 官方虽然没有公布2016年的通膨数字 不过商业顾问公司预估通膨率超过百分之五百 再加上食物和药品严重短缺 让民众生活的痛苦指数标到世界第一 这可惜马杜洛看到的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出了问题 反而认为这是美国先起的经济战争 马杜洛政府还在距离圣诞节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没收了国内最大玩具经销商 将近四百万个玩具 委内瑞拉消费者保护机构说 玩具商囤积商品要利用圣诞过节期间 高价卖出赚取高利润 而现在政府没收了玩具 会用低于市场的价钱卖出 让贫穷的儿童过个开心的圣诞节 不过委内瑞拉的消费者怒批 这样做是剥夺儿童的圣诞节 因为现在很多店家架上都没有玩具可以卖 商界领导人也无奈地摇头 维内瑞拉经济危机持续 现在又得面对货币废除的问题 这项举措都被拿来跟今年11月在印度的情况相比 印度总理莫迪上月突然宣布 废除500和1000卢比面额的纸钞 以打击洗钱和贪腐的问题 结果造成印度国内现金严重短缺 因为政府突如其来的费钞动作 印度社会问题持续发酵 委内瑞拉的民众要面对的问题才刚开始而已 韩国新一波折扣优惠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庆祝总统蒲警惠弹劾案过关 部分商家推出折扣促销 还有店家干脆贴出告示 优惠直到蒲政权下台为止 不过目前蒲警惠虽然停职 但人仍住在青瓦台 也继续领薪水 现在他的命运掌握在韩国九位大法官手中 而就在南韩政局动荡 北韩选在这个时候公开模拟攻击青瓦台军演 韩国总统蒲警惠弹劾案过关后 全韩国上下一篇欢天喜地 商家甚至推出折扣优惠 从小吃摊到服饰店 标榜优惠到蒲政权下台为止 这家咖啡厅则让顾客限制 一千韩元约台币三十块钱 台湾案表决前已经六度举行大规模抗议的首尔 上个周末也一样 现在弹劾案交由韩国宪法法院 一百八十天内作出决定 曾接受媒体访问的发言人表示 法院判决会考虑舆论动向 韩国宪法法院唯一一次审理弹劾案 是2004年前总统卢武炫 但当时65%的韩国民众反对弹劾案 认为在野党只是为一党之私 结果紧接的大选执政党大胜 两个月后法院驳回弹劾案 不过这回情势显然不同 根据盖洛普民调 百分之八十亿的民众赞成弹劾 目前普警惠虽然停职 但仍住在青瓦台 也继续领国家薪水 站带总统职务的总理黄教安 过去是检察官 普警惠上台后任命为法务部长 去年六月就任总理 而就在南韩内政一片混乱 隔着北纬38度线的 北韩政府是单单 周末北韩国营电视台播出 特战部队袭击青瓦台的战斗演习 特战队员成将降落伞直升机 垂降进入青瓦台模型建筑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也到场观看 就怕北韩趁机挑衅 南韩代理总统黄教安 联盟视察参谋总部 要军方提高警戒 不过专家说 其实北韩军演置不在此 南韩军方已经加强对北韩监视力道 同时要求美国增派监察员 南韩经济副总理也出面强调 将稳定经济 试图消除外资疑虑 尽管弹劾案已经过关 但韩国民众对普警惠 当初诉求经济民主化 与庶民站在一起的普警惠 如今因闺蜜们风暴下台 显得格外讽刺 韩国宪法法院已经紧锣密鼓 准备审理弹劾案 大法官周末已经取消所有行程 集中研究相关资料 预计经过两三周预审后 正式开庭公审 到时候包括闺蜜们主角崔顺时 而普警惠都可能被要求出庭 不过九位大法官中 其中两人预定明年三月退休 如果继任人选难产 剩下的七位法官中 必须要有六人赞成 弹劾案才能过关 短期内韩国政治也将持续动荡 准备审计划组口报道 瑞典考古学家 世卫重建意大利康备城 还原出当时一名富商豪宅 稍后带您来一步究竟